其實真的還不錯耶 比我們前幾天在泰國吃 還好好吃耶 這次來清麥 我要挑戰零料理基礎 就可以做出一整桌的泰式料理 清麥有許多活動 大象已經從離非所之外 還可以學做泰式料理 平常不會做菜的人也可以參加 你可以選擇自己想要選的菜色 我選的菜色有 泰式春捲 紅咖哩 帕泰 酸辣海鮮湯 我們現在來到清麥的傳統市場 要為等一下的Pupin Class買菜 老師會邊介紹泰國才有的特殊香料跟食材 像是南薑 泰國柠檬葉等等 想要的話也可以買一些調好的香料回家 終於買完菜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做菜囉 沒有人嗎 今天沒有辣辣辣辣辣 我沒有辣辣辣辣 我沒有辣辣辣辣 紅咖哩的紅是來自泰國紅辣椒 新鮮的辣椒乾辣椒 再混合十幾種香料調製而成 準備香料的過程繁複而且廢食 所以這是已經幫我們準備好的 學員只要負責混合就好 所以對我們來說很簡單 這超重的 泰式料理的種類很多 但是口味其實都是使用主要的香料 再重新排列組合而成 最常見的香料有香茅 南薑 泰國檸檬葉 羅旺子 香菜根 羅勒葉 紅蔥等等 我甚至說一碗碟碎碎 它只有一碗碟碎 不是美國碎碎碎 酸辣海鮮湯 會加入可以帶出酸跟辣的香料 例如說檸檬葉 羅旺子 跟紅椒粉 紅咖哩除了香料之外 還有一味很重要 是椰奶 因為一直有老師的協助 連我這種平常沒有在煮飯的人 都可以順利完成 太式料理最麻煩的部分就是備料 配香料做成醬料的過程太過複雜 而且需要很多人力 是很多便宜的餐廳不會自己做的事 所以在Cooking Class做出 比許多泰式餐廳還要好吃的料理 不是不可能 因為你的香料是親手調配的 ще太好吃了 喝一口 其實真的還不錯欸 比我們前幾天在泰國吃 Ль当然 Зv 太好吃了 我的嗎這個八小阿 這 game啊 这搞什麼屎啊 你呢 千萬不要點上面這個牛 不然看了沒辦法出國很痛苦 也千萬不要點這個播放年結 因為看了你就會花錢買機票 不要點